我 先生 有人意图对我同学不乖 请你救救我 求救你了 来走 你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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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救命啊 贱女人 她的气场怎么这么近 不 大哥 不要 好帅 林小姐她是嘲笑的人 你不能把她带走 滚 我为什么 在她身上感受到了无尽的杀气 她到底是好方生存 吵哨 吵哨 对不起 林小姐她被人带走了 你现在可以走 哎 干什么 我很没事 对不起 我还是在你 习个人要不早上走 你不能走 好 哎 我受不了了 我腰 你得验我吗 啊 昨天是你救了我 能记得事说明人还没啥 那你昨天晚上 放心吧 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没有趁人之危的习惯 既然你没事了 我先走了 哎等等 你叫什么名字 陆维 陆维 喂 太久酷了 哎 有我这种姿色 他都能把持得住 男人 老婆 我有话跟你说 我也有话跟你说 那还是我先说吧 把这个钱了 什么话这么着急不能回家再说呀 为什么 对不起陆维 你我之前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明日过后 你更帮不上我什么忙 这场婚姻 对你而言是压力 对我来说更是累赘 我是你的累赘 是 没想到我在你心里就如此不堪 所以陆维 离婚 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这张卡上有一千万 也算是一场富贵 就当做 是我对你的不成 不是一场富贵 可我看不上 我看不上 这三年 陆维 陆维 你答应过今天和我约会的 你忘了 陆维 你让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在风里等你十多分钟 你可真舍得 抱歉有事耽误了 接下来的时间你就只能属于我了 跟我走吧 对了 你会开车吧 完美 你开车 是为 你看 漂亮吗 挺漂亮 那 我身材好吗 挺好 那你喜欢我吗 你喜欢我的话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啊 你那么着急说我去干嘛 你看我这腿 又白又直 还滑 对不对 我们现在在车上呢 车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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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吗 哈哈哈 好啦 逗你玩的 瞧给你紧张的 我想我要吃了你 陆维 这已经是你第二次动怀不乱了 有的时候都在想 究竟是我魅力不更 还是 哈哈哈 好了不跟你开玩笑了 不过你等着吧 有朝一日 我会让你爱上我 走吧 陆维 谢谢你陪我逛街 今天的约会我很开心 天宇 天宇 瞧 我 我 在这儿遇到你了 是吗 可我不这样觉得呢 另外曹少 我好像没那么熟吧 请您直呼我的全名 林天宇 哎天宇 你怎么能这样什么呢 你忘了呀 那天我们一起喝酒 还不够说起喝酒 你为什么 人招呼着没打就提前走了 真是太不够意思了 我也是 没事 我们走吧 哎天宇 这是谁呀 你不打算给我介绍介绍 你是谁呀 谁为什么给你介绍 陆维 啊 打伤野狼 怪我好事的人就是你 是吧 这千语下药的人是你 陆维 曹少杰是曹家的长子 曹家势力和我不相上下 在这里郑达光明他不敢伤我 可是 为了你的安全起见 咱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走吧 kaufen 不妨 没遇到倒也还好 既然遇到了 总得讨个说法 对吧 对吧 陈维 讨个说法 哈哈哈 臭小子 你可真有意思 敢跟我陈维 讨压说法 行 我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 我就考虑 只打断你一条腿 饶你一条贱命 不然的话 后果你承担不起 你都挺大的 好 那我也多给你一个选项 第一 跪下自断双腿 给天宇赔礼道歉 第二 你也可以不道歉 叫更多的人过来 看看是你先杀了我 还是我灭了你 臭东西 看来你真是傻 让我选择 别默默唧唧了 打标号 好 好 敬酒不吃吃法酒 你就等死吧 怎么了 曹少出事了 曹少 你说的 就是曹家的那个曹少杰 说 曹少对我有恩 我答应跟他三年 今年是最后一点 那好吧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破例 祝你一次 不过这次过后 你一定要与曹少 做解所有的报告 是吧 臭小子 你爸和我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十分钟之内就到了 今日林天宇也保不住呢 我说的 好 十分钟 男人没到 小姐 这里是青州最好的商场 我们可以在这儿给战神大人买个新鲜的物品 届时登门拜访 或许能让战神大人消出些怒气 嗯 陆维 小姐 陆维似乎和人起了争执 我们要不要过去干预 不急 先看看再说 是 天宇啊 陆维死了 你也不用伤心 是吧 还有我呢 我可以满足你啊 曹少杰 你无耻 我无耻还是你无耻 你就和他睡了一晚上吧 就对他这么水性踏壁 我妈就是水性营火 你 阿兰你今天死的不冤 十分钟到 我的人没了 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过来啊 我爸他们马上就到了啊 痛痛痛痛 我妈妈上生的啊 oui 我妈妈上她的 我妈 上谁呀 曹身飞 我爸 我爸你终于来了 你敢 我爸你好大胆子 还不放过我儿子 爸救我 你说放就放啊 真是凿死了 这个陆维之长着林天宇 给他撑腰 所以似乎忌惮 还搞出狂野 他说要取我的小命 还侮辱咱们曹家 把我们曹家 别的英文不值 不能饶饶他们 林总 纵然你天宇局团实力雄厚 但我曹家也不是任人欺辱 你如此欺我曹家 还真当我曹家 无人不可 曹家主 我劝你发火动怒之前 先搞清楚事情的 这件事情不是如你所想这般 此时此刻我儿子被陆维踩在脚下 你说事情不是这样的 那又是哪样 在最后跟你说一遍 赶紧放个我儿子 然后以死谢罪 要不然我灭你九族 上梁不正下梁歪 跟你没有什么可说的 对对对 哎 曹家真不是这么好惹的 我想跟你受伤害 去帮他吧 区区曹家 根本无关情 可是我在乎你 这么穷吗行吗 好吧 哎 我 哥不是很牛逼吗 包放呢 现在认怂了呀 这个怂逼 就是个贪生怕死 那三小鬼 呵呵 何来贪生怕死 我陆维掌握着生杀大权 杀人可谓易如反掌 你反倒应该感谢天宇 替你求情 你才能逃过一劫 不过 罪可免活最难逃 断你双手 不过 你敢你 我恶不敢 啊 啊 树子 你找死 陆北 十几病毒严重了 我还是找我堂哥吧 林天宇 这时候找人迟了 来人 给我杀了他 这个混蛋 住手 东方林 陆维 你果然是个只会到处惹祸的废物 到哪都要惹祸 还不是我家小姐心善 愿意出来救你 要换作是我 你早死了千八百病 你家小姐救我 难道不是吗 此刻 要是我家小姐不出来 你必死无疑 你想多了 就凭他们根本伤不了我分口 区区曹家我谈指可灭 根本不需要借助任何人的力量 我陆维自有翻手覆语的本 在这口出什么狂言 还自有翻手覆语的本事 你别说大话 别在这做梦了 陆维 看在你曾经被我退婚的份上 今日我不但可以救你 还可以帮你灭了他 这么菩萨心肠啊 只要你跪下 撞死 伤口闭口灭我曹家 凭什么灭我曹家 让我曹家是你捏的吧 尤其是你 年龄的大口气都不小 妄想灭我曹家 别干嘛 就凭我家小姐来自京都东方家族 行不行 是京都东方家族吗 足令费 你有意义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京都东方家族 乃是大家顶峰家族 不敢有任何意义 只是东方小姐 为什么非要灭了我曹家 是否灭你曹家 再与他 而非 陆伟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你还不跪下来求我相助 我说过了 区区曹家我谈得可灭 不需要任何人相助 更何况给你下跪 你根本不配 东方小姐 此人对你如此不敬 属下 愿为你挤出忧患 将其击杀 对 将其击杀 陆伟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跪 还是不贵 可笑啊 好 我可是给过你机会 放手吧 这么样 来呀 先把陆伟的双腿给我打断 小哥 胆敢伤害真好 天语集团跟你不死不休 林天语 你当我真怕你天语 就住不住 弄不住 这鲁薇 他不就是个实力大点的搬运工吗 怎么会这般强悍 自卑 不得你没事吧 我说过 你们没有杀我的资格 他们没资格 那我呢 他受监控 哎 别吃了 我去口罩 我跟我叔 你还玩呢 你说 你说他是战云的人 他 肩负三岗战云 小姐 存在战云地位不低 你很狂 你是林天罡的 放下 竟敢自乎战神大人的名号 真是不资死活 小姐 他好像是林战神的人 论为他再次得罪林战神 他死定 仅是称呼其姓名 只要取我姓名 你可真是好大的威风 他林天罡有没有教导过你 战云之人更应该明辨中间是非 他曹家作恶多端 食乐不射毫无底线 你却公然袒护他们 给他们撑腰 是乏理于何故 曹家对我侄子有恩 我已答应了我侄子 帮其报答恩情 这次过后 我会向战神大人亲自请罪 想不到你们叔侄二人 还挺讲情义的呀 陆伟 我看你还是有些歹识的 那不如这样吧 你自断一臂 向曹家谢罪 我霸刀倒可放逸嘛 不行 他必须死 不许上他 陆伟 我的宽容是有限的 你身为一个男人 不会躲在一个女人的后边吗 好一个宽容有限 他林天罡在我面前都只有 虎手称臣的份 你做什么东西 想取我的命 好啊 我的命就在这 你有种自己过来取 放肆 你三番两次 灭是战神大人 看来这世上 不能容你 既是如此 那你就去死吧 怎么可能 我这一刀即便是划定强者 也难以抵挡 他怎么这么容易就挡住了 我不信 他到底是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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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大家去 说 你 滚开 原来你是 小人八道 拜见大家国 说 你说你这是干什么 你你怎么给人我为这小时跪下了 不是 你是不是会错 你们给我闭嘴呀 还不赶紧给我跪下 向陆先生 盗窃求饶啊 陆先生 什么呀 陆先生活命 赶紧给我跪下 啊 跪下就不并了 去陆先生 说罪 你们一个个高高在上一搏云天 我可受不起你们一跪啊 陆先生 这 这 这一切都是误 都是误会 如果我们 要去找知道是林 这不是你们无视法际 嚣张跋扈的理由 是 陆先生 您知道的是 说 我之前 有告知 和朝家断绝来往 可是你偏偏不听 若到现在 如此的驾掌 都是你 悠游自取 我的手 别怪我 为了你好 陆先生 野狼的手臂 已经被小人斩断 受到惩罚 稍晚些 小人 将一死 让陆先生 谢罪 你倒是挺干脆啊 有陆 陆先生 理应当初 只是 小人希望陆先生 能念在小人 从容数十年 没有功劳 还有苦劳的份上 老野狼一命 令其度过缠身 你没有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格 是 小人知说了 行 看在林天刚的份上 我今天就饶你们 叔侄二人不死了 把你们交给林天刚 发乱 谢罗 陆先生 但陆家不可活 小人知道该如何做了 你想干什么 朝家道德败坏 违法论 走到头了 是不是 陆维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何拥有如此不俗的实力 又为何能突然让林寨城的人对你卑躬屈膝 但我绝不容许你如此仗势气人 我仗势欺人 难道不是吗 你不过是想借灵战神的事而已 陆维 你真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 除了靠别人 还会什么 刘平说的没错 虽然残酷 但这就是事实 靠山人山会的 靠人人会 打铁还需自身影 你盲目一仗台人最终只会落得个凄凉的下场 看来你们还是不相信 我陆维自有翻手赋予之实力 行 就算你说的是对的 我一直仰仗他人 但你呢东方人 你之所以如此充满优越感 不就是一直仰仗着背后的京都东方家族吗 我们不一样 对 我们是不一样 你们相经 我可没有 东方人 你竟然一直相信的是我仰仗着他人 我今天就让你明白 我才是他们最大的仪仗 把刀 在 替天行刀 是 哎 东方教授 求求你 救我救我 住手 今天这曹家 我东方云保了 你可保不了 这没你说话的份 放肆 李璐先生 让你和整个大厦赛营为敌 小姐 霸刀是林战胜的 我们为了区区曹家跟林战胜作对 何不尝试 今日这大厦赛营的面子 我东方云 可以 好 爸 爸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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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爸 爸 陆先生 妈妈 她如何处置 陆伟 爸爸 陆先生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林总 对不起 我不是人 我不应该对你有背部跟你跟你讲 我不是人 我错了 陆伟 小少姐已经跟她做的事付出了代价 要不 我们再给她一起给你 是啊 陆先生 你放过我 这样你能放过我 我在你身边 当一条忠诚的狗 我给你马上试诗诗 你给我当走狗我都嫌弱心 滚远点 别再让我看到 我滚 我滚 滚 陆伟 陆伟 我一定会将你 今日火同战营之人 胡作非为之事 禀告给林战神 你就等着接受刑法吧 给他林天刚一百个胆子 他也不敢对我如何 放肆 你还敢对林战神不敬 还想继续逛吗 哦 不了不了 今天已经逛的够多了 我们回去吧 好 难道是我判断错了 这陆伟它不是个障碍 三日后 腾龙宴将在荆州最高星级酒店举行 向世人展示您的威严 届时 无数王公贵手 附身民门 都将以您能参加您的宴席为 以能一如您之一言为傲 这腾龙宴为您太行事当中 来就取消吧 帮我谢了 王上 以您的经历水调 您完全陪得上死 看腾龙宴一点都不信心 什么时候我说的话都不管用了 王上息怒 非我不听王上您的话 只是这腾龙宴是国祖下的死命令 我 我不可拒绝 而且 属下和其他诸位兄弟也十分想看到王上 您在腾龙宴上的风采 此举无论是对大厦百姓 还是边境将士而已 都是莫大的不误 好吧 我自己决定出事 气神剑也是时候出现 是 莫为 我是来收拾东西的 那也是 是 神医生 我气神剑了 他怎么不见了 什么剑 就是我一直放在这里的那把剑 他现在不见了 我 我不知道啊 原来陆维的废物 也不完全是一无是处 他一直藏在衣柜里的那把剑 是乌还是直战 我已经拿到拍卖行去了 要是见你出来真值钱 那我们也算是赚了 我妈 把你那剑 拿去 我妈 把你那剑 我妈 把你那剑 把你那剑 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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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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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果真是好大的胆 把气神剑私自偷去拍卖 不就是一把破剑而已吗 你真是这么生气吗 一把破剑而已 气神剑源自原谷 你刀出山河断毁神器 可么国家太平又百姓乐业 连国主剑了都要尽其三分 到你嘴里了 就是一把破剑 沈云霜啊沈云霜 纵使你不知道大下神兵 但你不该如此愚昧 陆维你够了 你能不能别再发疯了 难道让你脚踏实地就这么难吗 还一剑戳山河断鬼神器 通通是鬼话 才国主的为之崇敬 讨论那剑这么厉害 怎么会露入你手里 认为 你还真是谎话连篇无可救药 我无可救药 我谎话连篇 那那不是吗 还是不肯谢过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在我看来 不就是因为我妈说这件价值不菲 你刻意夸到其次 你不就是想要抬高价值 想要更多吗 但 价值十万 百万也罢了 我谁一生 出得起这钱 你想要这钱 你就开口就行了 何必有此 简直不可理喻 这钱 你自己留着 对了 你最好祈祷弃神剑不会落入帝国之手 就是您 有藏品要鉴定 是是是 大師 我這兒有把劍 想請您給看看 沒有什麼藏品 罷了 來都來了 就拿出來看看吧 好 大師啊 這是我那不爭氣的前女婿的藏品 大師 您請看 這是 這是七層劍 還真是七層劍 七層劍 八師 這七層劍是什麼劍 他值錢嗎 值錢嗎 你知道這是誰的劍嗎 這是大下國 是宣月王的專用神劍 你記得問他值錢嗎 你這是在倒死 啊 這是國師宣援的劍 大師 你會不會看錯了 這 真的是國師宣援的劍 大膽 習大師是親中數一數二的鑑定大師 也是你能質疑的 他說是 那就是 不敢不敢 可 入圍 他就是個廢物 在我家白吃白喝當了三年的墜訓 要說他是國師宣援 打死我都不行 你這麼說 那我就明白了 怎麼啦 傳聞 當年國師宣援王 為了防止外購盜劍 曾在真的氣神間之外 又鑑造一柄鑑劍 此劍雖然說是仿製而成 但是 也是宣援王親自鑄造 經濟感染 自也能做到 一甲亂針的地步 後來戰亂結束 仿劍也消失不見 以你所說 這把劍應該就是那把仿劍了 沒想到會在這裡出現 哦 我明白了 我那廢物女婿啊 以常經常去二手市場 肯定是她 解肉買來的 嗯 齊大師 那這房間 他還值錢嗎 值錢 你這次掉錢眼裡去了 你要買多少錢 一 一百萬 實在不行 十萬也行 要不 有啊 真是鼠目寸光的傢伙 哼 當著是要氣殺老夫啊 別太百萬 買下次見 把他趕出去 這可是他們拍賣行天大的機會啊 快去籌備 邀請各大頂級勢力前來觀禮 召開請見儀式 啊 請這儀式 只有養無足的廢物 也敢褻毒神兵 恳請王上下令 准末將帶兵秦拿 沈家上下 打入天狼 以正反堂 再前往攤賣行 收回神兵 星舟不同於邊境 只加上 貿然心靈 心靈 那往上 我們總不能眼睜睜的看著氣神劍 就那般被他們侮辱嗎 氣神劍他們也配了 往前去看看 在盡可能不形式動中的情況下 他會氣死 自然是 是 總裁 真是沒想到 陸唯他竟然收藏了國師學院的坊間 看樣子 他真是走了狗屎運 不過總裁 這賣都賣了 您何須如此重視 來這和各大豪門競爭 不如給他陸唯一些錢 你都換了 我不想虧欠陸唯他什麼 好吧 陸唯他遇到總裁您 真是他燒了八輩子高香了 這就是傳統中的氣神劍嗎 所以是仿劍啊 他看上去 如此的霸氣 如此的真實 是啊 仿劍尚且如此 真劍的霸氣 恐怕的也不亮了 總裁 這就是國師孫雲族的氣神劍火箭 一把破箭而已 氣神劍源自圓谷 一刀出山河斷鬼神器 和往國家太平佑百姓樂業 連國主箭了都要盡其三分 到你嘴裡了就是一把破箭 沈雲賞啊沈雲賞 縱使你不知道打下神兵 但你不該如此愚昧 這件 要真的是放的 總裁 我感覺這件 不像是假的 就充滿殺氣 總裁 是他 京都東方家族的大小姐 東方爺 他們也來了 是他 他 小姐 他是陸維的前妻 他還幹什麼 湘野村姑 過來展場世面吧 不用理會 嗯 小姐 關了一圈 這在場的眾人中 沒有人能爭的過分 這七神劍的劍 不要定 如此便好 陸維 他怎麼來了 真是麵風比賽 會 陸維 你來幹什麼 七神劍坊間公開觀禮 你們能來 你們我是不能嗎 你 陸維 看樣子你是徹底抱上了林天宇這條蛋 你這吃軟飯的功夫可真不入門 不過劉萍說的對 今天你的確不對 那我倒是想問 我為什麼 這氣神劍乃是萬古神劍 今天觀禮的雖然是仿劍 但也意義非凡 今天前來的人 皆是我大廈有頭有臉之人 而你 無權無視更沒錢的廢物 來這只會玷污我們的氣神劍 侮辱了我們大廈國師軒員 我玷污了氣神劍 沒錯 這把氣神劍本就屬於我 今天來我是把它取回核彈店 哦 你說這劍屬於你 陸維你別亂說 這氣神劍坊間之前是你的藏品 我媽背著你私自將它賣掉 確實是它的不對 但如今這氣神劍坊間已被拍賣所收入 他便不在身邊 你說這樣的話 只會讓拍賣所的人不高興 針對你 知道嗎 可事實的確如此 這把劍 它永遠不屬於 你 算了 你說是你的就是你 反正今天我也會幫你把這劍請回去 就當是被我媽擬補過 陸維 我沒想到這劍還有這樣的事情 連這樣珍貴的氣神劍房間你都捨不住 所以你可真是個徹頭徹尾的飛 哦 你再說我去試試 怎麼 我說的不對呢 陸維 你丟劍容易 想把這劍找回來可就拿了 今日這劍 非我莫屬 其實什麼 各位嘉賓 歡迎各位來參加本次請見儀式 首先 請大家先行拜見 治理我們的大廈國師 宣援王 拜 陸維 你怎麼拜 只有見誰我沒有我拜見 臟 陸維 你這氣神見不見 就是對薛淵王不見 這個是死 對 陸維 在薛淵王佩見面前 在這種場合 求求你不要再亂來了好不好 沈總就是怕我連累你們誰家吧 放心 如果已經離婚 無論我做什麼 絕對不會簽聯我 陸維 你到底拜不拜 我陸維拜天拜地拜父 唯不會拜一場見 你的不知大膽可真是刷新了我的認知 也罷 今日來的屋不是我大廈達官顯貴之人 沒空於你這個小人物計較浪費時間 實相的 就自己滾吧 怎麼用這個 上個有林戰神撐腰也太囂張了 什麼話都敢說 今天林戰神不在 你無人可以仰仗 實相的趕緊滾 今日我才是主角 想讓我離開 你們沒有這個金閣 你實在太火了 還不速速來人 打斷他的雙腿 再送到軍部發握 再送到軍部發握 繼續 作為 儀式結束後我定要你好看 別理他 繼續吧 好吧 那我們進行下一個環節 諸位 大家都知道 此劍乃宣元王親手斷葬 若能引頂回府 不僅能鎮宅驅宰 更是如同得到了宣元王的庇護 因己子孫 我宣布 請建儀式正式開始 出價高漲 零件歸斧 起價一個億 乖乖 你把房間的體盤價就要一個億 這也太貴了吧 是吧 貴什麼貴 這個是博士宣言軍手駐造品 雖然是房品 那完全值這個價 我算貴 一億一千萬 我出一億零一萬 這虧大了虧大了 我虧大了 總裁 一把假劍進一億幾塊 這太誇張了 我們還能賣 買 一億五千萬 雲賞你瘋了 這把劍是我一百萬賣出去的 你再喊價 你知道我們要虧多少錢嗎 媽 這件是陸唯的 我必須買回來還給陸唯 陸唯 沒看出來啊 你這個前妻對你還有些情義呢 她不需要這麼做 你緊張她了 不是緊張 是沒必要 小姐 我說十個億 她竟然出了十個億 諸位 這把劍 我要了 既然東方小姐發話了 那我大家都不要出來啊 雲賞 京都東方小姐也看上了那把劍 咱們惹不起 沒必要跟她作對 那也是算了吧 可是 你大可以繼續經驗 看到底是你錢東 還是我京都東方家族才大 總裁 還是算了吧 你們根本比不過京都大家族的好嗎 京都東方家好大的口氣啊 不就十個億嗎 誰撈不出來呀 多維 我那會兒就好好看看 不是 不要 我自己 一百月 瘋了 瘋了 你是不是瘋了呀 哎 一把仿劍 他雖然有非凡的價值 但完全沒有達到這個百億的地步 你出這個百億的價 你不會有病啊你 東方小姐 這廢物張可就是一百個億 重新是想鬧事 你請饒了他 路維 你是在找死嗎 沒什麼意義 你明知我想拍下這把劍 你惡意競駕壞我大事 你這不是找死是神嗎 不服 你也大可喊下 別說百億 就算是千億我都接著 路維 你傻什麼 他百億千億 百億後面多少人你知道嗎 根據大廈律令 貨壞壞賣會者 可是要受罰的 即使你抱上林天宇的大腿 他也救不了你 真是不知死活 路維 我公司現在一時間拿不出這個東西 我就算賣公司 你也得給我一點時間嗎 不用你賣公司 這錢我自己賣公司 我 你自己有錢 路維 的確是我媽有錯在先 但你做得太過了 百億 不是那麼靈靈拿得出來的 是嗎 喜劍跟隨我欺財 且不說其意義非凡 即使他本身的價格也別非金錢可以衡量 你依此反應 以他而言 他不願意他 放肆 都知道 這把劍七年前屬於軒月盲大人的 這小子也就是說 他想冒充軒月盲 將我借騙走 哎對 簡直就是打打不斤 我看他就是找死 路維 你已經引起重目 我勸你趕緊離開 不要再吃希望想得到這把劍 因為你根本不配 對你不配 不配 你們擅自盜時劍 投取私利 現在還想反科為主 說我可以上去 此劍 你們誰配 本王遵守遊戲規則 才可屈尊和你的傾向 倘若本王主意要奪回這把劍 你們誰又能跳 誰又能配得起這把劍 今日我國師宣援以此劍為事 昭告天下 天地浩蕩 無憂大象 盟國成歸 不如親犯 他 他是軒軟王 小人參見軒軟王大人 參見軒軟王 小姐 我們要不要跪下 參見軒軟王 陸唯 竟然是軒軟王 這 這可怎麼辦呢 不對 你們搞錯了 他要是軒軟王 怎麼可能煞軟入椎三年 怎麼可能如此窩呢 他肯定在那聽了軒軟王的話 在此演戲罷了 什麼 你差點就讓這狗東西給騙他 他找死了 莫雷 我給過你幾回 但是你卻一次次的戲弄在座的各位 一次次觸碰我的底線 就一次次侮辱軟軟王大人的字 今日 是必要叫你諸殺 李家 願住小姐諸殺死賊 鄉下 願為小姐諸殺死賊 鳳家願住小姐諸殺死賊 馬家願住小姐諸殺死賊 你誰敢 你要殺誰啊 你這是 你要殺誰啊 殺他陸 他大鬧請見一室 三番五次冒充血緣王 難道不該殺嗎 殺人 在你嘴里 就這麼尋常嗎 之前我就說過 不許你們這麼仗勢欺人為父不仁 可現在看來 你們根本就沒有聽進去 看來 上次的懲罰還不夠 林戰神 小人也我真的不敢啊 林戰神 我已經知曉 你與林天宇是兄妹 但你若是因此想要庇護陸為的話 那大可不必 您是戰神地位崇高沒錯 但我東方家 我就是本人知 是嗎 陸為他今日冒充血緣王 想要騙走此境 乃是犯下滔天大作 就算是您在 也反不住 本將做事影響工程 無需你來評判 剛才之事 本將也看到了 明明是陸先生公平出價競爭 是你們競爭不過 故意挑起事端 這才激怒了陸先生 可是他做的事情明明 行了明明是你們有做在先 這陸先生後來之事也情有可言 此事若軒炎大人問起來 你們也一樣有責任 好 陸為 今日林戰神在此旁 算你一件 你還是不母 林天高其實保護是你 是你運氣好 你別吹牛了 剛才不是說要拿出一百億 一來請見嗎 那你拿出來 對拿錢吧陸為 裝逼啊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他一個只會吃軟飯的廢物 能有幾個錢 陈總 能不能給我寬限三天 我現在回去賣公司股份 這恐怕 合規矩 天姐 這件事你就能管 陈總 我公司賬上還有三個億 我現在全部轉給你 作為補償好不好 你們 你不能不要再追責我了 雲霞 你瘋了 那可是公司所有的錢 媽 是我們有做在先 別說了 陈總 你求求你行不行 沈雲霞 心意我領了 把這件事給我做自己 我為你住口 到什麼時候你還在承認 還是你傻子 信你 讓我拿什麼信 我今天幫你 只是因為我不想欠你 錄圍半點人情罷了 你果然還是那麼無情 對 就是很多親的女人 女生 跟大家有什麼好說的 要嘛拿出一百萬拿下這把劍 要嘛 以惡意擾亂拍賣會秩序 以法言犯 也不重 多個三五年牢 或許就能出來了 找死 林戰神 你雖畏高權重有心偏袒陸偉 但總得依法 如今你罔顧法計 一錯再錯 正好 雞 不就付款了 刷卡吧 陸偉 你只有錢 這什麼屁股 連銀行信息都沒有 而湊完去都不 還刷卡 你他媽瘋了吧 陸偉 你鬧夠了沒有 哦 我能夠受坐了嗎 你仗著林天宇喜歡你 讓林戰神為你往後法計 已經夠連得起 他媽瘋了 竟然還拿著一張沒有任何標誌的銀行卡 來戲弄大家 陸偉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惡劇 你到現在都不能相信 他這一次 一百億啊 這是連林天宇東方雲都拿不出的數字 你讓我怎麼信你 就是啊 陸偉 你自己是個廢物 就不要怪別人看不清 這位先生 你要是真沒錢的話 我們是可以幫助他 這卡 爸 先生 請你不要開我工作的玩笑 不然只會讓你受到的懲罰更重 我就讓你刷卡 既然他想被打臉 那就聽卡 我倒要看看 就打臉了 你刷我刷 沙卡成功 本期消費 一百億元整 什麼 沙卡成功 小姐 若微真的沙卡成功了 這怎麼可能 不可能 這絕對不可能 你這個廢物 你怎麼可能又有百頁巨責 你得比沙卡去做回去的 對不對 這位先生 請你自咒 本拍賣行 您新舊權威日子 刷卡戲根本不會出爲 這位先生 的確是刷卡 登櫃的客人 請原諒我剛才的無禮 這劍 我會派人 親自封的路上 盧薇 你到底是誰 我是誰不重要 無論這些事情 對你來說多麼不可思議 本來就是事實 精情 權利 地 在我眼裡不過而合 你從來不相信吧 也許你說的是對 我們從來都是兩個世界 從此以後 你也徹底 別人 是 是 堪拜王上 請 王上 屬下也是方才得知您離婚了 他沈家好大的膽子 王上 屬下 追求太平 去給沈家一個教訓 不用 可是 那王上 簽約儀式 是否正常舉行 正常舉行 雲商曾救過我 而且不管怎麼說 我們也是三年的夫妻 這份訂單 就全當是我和他的最後兩段了 那 簽約儀式您要出席嗎 必須去 是 屬下 多虧你為雲商拉來了十億訂單 我才有機會來這見個世面 那可不 待會兒戰神大人和天羽集團的總裁還會來呢 屬下 您可真是太厲害了 這是應該的 誰讓我那麼愛雲商呢 屬下 我是真的愛你 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心意 好 陸唯 好你個陸唯 你怎麼來這兒了 陸唯 你可真是陰魂不散 你就死了這條心吧 我們總裁已經跟你離婚了 是不會跟你很好的 而且啊 今天是我們總裁跟天羽集團簽約的重要日子 你馬上過出去 陸唯 那圈頭還是趕緊離開這兒 這不是你剛來的地方 此間大門敞開 就許你們來我來不得 沈雲商 你未免太自以為是了吧 我知道我和你離婚一事 對你造成了傷害 但我是為了你好讓你離開這兒 為我好 沈雲商 你一邊做著背叛我的事情 一邊說著為了我好 你不嫌自己惹心我都太惹心 陸唯 李少和雲商才是家偶天成 鑽鳳和民 只有李少才能帶領我們沈家 步入雲端 走上頂級權貴 你一個一世無勝的廢物 少在這兒丟人現眼 步入雲端 頂層權貴 你這個工地搬磚的 每天賺到百來八十塊錢的 你還真沒有自知之明啊 非要在這裏自取其辱 讓總裁難堪是吧 什麼 那人居然是在工地搬磚的 就他這樣的身份 他怎麼也合格來這裏 其實是搬磚的 我聽他們說啊 他呀還是被人感受的墜序呢 沒錯 他有什麼資格來這裏 趕著滾出去 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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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沒有 大家都不歡迎你 實相的話 乖乖滾出去 李浩 你大可不必這麼著急 把你的小人嘴臉展示的這麼徹底 我來到這兒 不需要你們歡迎 今天我就叫你們好好看看 在你們眼裡一無是處的 我到底是怎樣的存在 作為你放棄 你自己不知死活就算了 休想當我們總裁的天微大事 那個沒臉沒皮的玩意兒 你不肯走是吧 我找人把你扔出去 把我扔出去 我告訴你 要是沒有我 今天這個宴會 根本就開始不了 陸唯你到底鬧夠了沒有 難道非要這麼胡搶漫馋 搞到大家都不堪 難以收賞你才滿意嗎 我胡搶漫馋 難道不是嗎 你今天來不就是為了這事嗎 離婚補償 我再多給你一百萬 你現在 立刻馬上離開 所以 你就是在失守我 這不就是你來的目的嗎 廢物 我女兒都多給你一百萬了 你想怎麼樣 你還不肯走嗎 你給我管 就是 不是每個人都像總裁這麼好說話的 你別不知好歹 我不知好歹 我看你和沈雲賞一樣 都太自以為是了 真以為誰都像你一樣 愛慕虛榮嗎 但你錯了 別說百萬 就算是百億千億 對我而言又算不了什麼 夠了陸唯 你還有撞槍做事到什麼時候 是 是我主動和你提的離婚 你心裡不舒服很正常 算我對不起你可以嗎 你能不能不要阻礙我的道路 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心血 才有今天的成就嗎 你就不能堂堂正正的作為一個男人嗎 沈雲賞 你可真是自作多情啊 你 我說過 你之前的一切都是我給你的 今天若是沒有我 你心心念的十億訂單根本就拿不到 你太讓我失望了 各位 大家都知道啊 這場宴會 是天羽集團 傳聞 被雲賞舉辦的 也就是說 雲賞 才是這場宴會的主角 而這個廢物 公然騷擾雲賞 甚至還大放倔刺的侮辱 威脅他 這就是公然挑釁 天羽總裁行 靈戰神的威嚴 沒錯 這小子實在是太囂張了 一個底層的垃圾 也能來我們上流社會鬧事啊 我李浩 絕不允許有人誤辱雲賞 甚至玷污即將到來的兩位大人的權威 所以 我李浩代表李家在此宣布 封殺陸圍 凡是我李家旗下的工地 都不允許陸圍去搬磚 李少說的沒錯 戰神不可辱 我張氏集團在此宣布封殺陸圍 凡是我張氏集團旗下的餐飲 我都不允許陸圍進出 我要讓他無犯可吃 戰神不可辱 我富士服裝集團也再次宣布封殺陸圍 凡是我富士集團旗下商場 不讓他進入 讓他無以可穿 我也是戰神大人不可辱 我馬是交通集團宣布封殺陸圍 凡是我馬是交通集團旗下的出租車 都不允許他乘坐 讓他無差可坐 衣食住行 你都被封殺 對 我看你這個廢物 還怎麼活 就憑你們這幫趨炎富士之徒也配高炎封殺我 他們不配 那我配不配 今天我 也要逢殺你 陸圍 你真是好大的膽 竟敢搗亂戰神大人的出席宴會 你真是不怕死嗎 陸圍 你得罪我我可以放過你 不可你技巧 但你冒犯了林戰神 這我絕不容許 真是一群神經病啊 你 這小姐 我剛聽到你又要封殺他 請問你是 我家小姐是 京都東方家族的大小姐 得罪了東方大小姐 他陸圍的生路也是到頭了 連東方大小姐也要收拾你 你真是乖 收拾我 想多了吧 他東方人做不到 陸圍你放 陸圍 成一十口舌之快 並不會讓你多厲害 只會讓你看起來更加可惜 就為了維護你那小小的自尊心 你慘遭這麼多人封殺 我都有點聯名你了 這樣吧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不應該在這 你現在回去 我還可以讓大家 取消對你的動手 還你一條生 陸圍 實實誤著為俊謹 該怎麼選 你自己清楚 陸圍 東方小姐恩寵 你還不快滾出去 廢物 別來騷擾我們家總裁 垃圾 今天算你又起了 趕緊滾回你的垃圾堆裡去 聽了沒讓你滾出去 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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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 不願意 陸圍 夫妻一場 我最後勸你一句 你的確沒有資格來這 既然東方大小姐願意放過你 趕緊走吧 夫妻一場 最後一勸 那可不命 你們不是口口聲聲說要封殺我 說我沒有資格站在這裡嗎 好 我今天就叫你們好好看看 什麼才叫資格 我 下面下面布女股的位置 下面 布女坐的位置 馪了馪了 那可是戰生大人的位置 陆薇 他竟然坐上去了 我看他这车里疯了 陆薇 他怎么敢 你真疯了 善作林大人的位置 犯下如此重罪 你真是作死 陆薇你别乱来 陈林战士还没来之前 你快下来啊 下来什么下来 他要死 他要死好了 大家都看到了 我女儿早就跟陆薇 这个废物离婚了 他要是犯下什么罪 都跟我们无关 陆薇 你可真是找死 既然你自断生了 他就别怪我了 打断他的双腿 交给林战神发落 是 五星战神林天刚 林战神到 战神大已到 已死定 陆薇你快下来啊 参见战神大人 小姐 我们终于见到战神了 他果然是英姿勃发气宣王 跟小姐 简直天造地设的一对 那是道人 林战神 我是战神大人 这家伙晒坐您的位置 一定不能轻饶了他 对 你千万不能轻饶了他 属下林天刚 拜见薛妍王 什么 入围他是薛妍王 薛妍王 陆薇是薛妍王 云莎 刚刚战神大人 喊陆薇喊什么 薛妍王 陆薇他真的是薛妍王 我 我不知道啊 陆薇他竟然是薛妍王 我竟然在跟薛妍王瞧了吗 小姐 是怎么可能 林战神 你一定是搞错了 他不可能是我们大厦国师薛妍王 主贼 国师薛妍在上 二人 真敢无理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大厦国师 啊 阁下以国师确实有几分神似 我许久未见国师 的确 是一时认错罢了 我就说嘛 陆薇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是国师薛妍王 小姐 我这就把他拿下了 总是我不是薛妍王 也不是你能够替林战 陆薇 你不是是个力气大点的搬运工吗 你 我真敢不过你 咱可以试试 够了陆薇 你今天竟敢冲撞林战神 立刻下跪 向林战神道歉 我还可以替你美言几句 饶礼 是吧 那你问问他 我若贵他说得起吗 还敢说 行了 一个位置而已 这位先生要坐就让他坐 啊 大家也不需要那么拘谨 都起来了 还是战神大人为人平和 不与你计较 算你走 林大人 林大人也大量 可这陆薇 太过张狂 他刚才大闹会场 我提了你的东西 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还说你 说你屁都不是 他要毁了这场宴会 好 哎 李大人你放心 我们再吵几个家族 已经连迷封杀他了 若你觉得不满意啊 我们现在 就可以诛杀他 封杀 很好 谁都参与了 站出来吧 林大人 小的张诗在列 小的马诗在列 小人 富士在列 林哲审 封杀他的主意 手术的 李浩 李家 李浩 而等皆是一方不身 才是滔天 却为父不仁 威权不义 在此 杀势其人 欺压诸位百姓 可知对 李大人 不是 你搞错了 你说 我 不是 小哥知道错了 请你饶我一遍 李大人饶我 凡餐与封杀 凑枷 李大人 你饶了我们吗 你们应该求的不是我 是他 陆先生 陆先生 小的这么足了 你饶我一面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抄架 我这一家三十六口人 可怎么活呀 陆先生 李浩 你还不快过来跪下 给先生谢罪 快过来呀 对 对不起 不够 你别过 我说了不 陆先生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是我对不起你 你大人大人 饶了我吧 看看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 随便动动嘴 就要封我们这些小人物的衣食住行 断我们的生路 把我们打入尘埃 但你们不知道的是 你们所仰仗的那些金银权贵 就如同净花水月 随时可以崩塌 随时可以离你们而去 现在这一切 就是你们傲慢无知的代价 你们可死了 沈云上 看见了吗 这就是我的资格 陆先生 您这是原谅我们了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张氏 马氏 副氏 上缴一年收入于国库 不从者 大下全进出上 李大人 这也未免 为首者 李浩家族 上缴三年收入于国库 陆先生 您可否还满意啊 至于你们 陆维 你有什么好得意 还不是战神大人 宅心仁厚 你才 办了 见过战神大人 战神大人 我是京都东方家族的东方云 今日前来 是向您求婚的 向我求婚 对 向您求婚 和我成婚后 无论是依靠我东方家族的背景 还是我东方云的能力 一定能够成为您的贤内族 请战神大人娶我为妻 让我做你的女人 东方家 还真是个大家族啊 不过听说 你和陆维 本是有婚约的 那东方家小姐 竟然和陆维有婚约 这种男人真是无耻 明明有了婚约 还骗我们总裁结婚 白白耽误浪费 我们总裁三年的青春 律长 你现在知道 这个渣男的真面目吗 陆维 你骗了我三年 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反正我说什么 你都不会信 你还想让我解释什么 我原本以为 你真有什么身份本事 才能让林战神高看你一个 原来你所依仗呢 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女 真是无耻 你这女人还真是瞎了眼 陆维也是昨天才刚得知 自己和东方云的婚约 并且为了你 她主动放弃了 这场富贵机缘 可东方云解除了婚约 你说什么 连自己老公都不相信的女人 不是傻 就是蠢 你是谁 为何要在这挑起事端 那个垃圾陆维本来就配不上我家小姐 我家小姐跟她退婚是理所应当 我何不妥 古语云 良情则目而期 贤称则主而是 我与陆维退婚 求婚于战神 那便是最好的选择 哎呀好一个良情则目而期 哎呀我还是头一次见一个人把视力眼 说的这么理智气壮 怎么 你觉得陆维配不上你 难道你就配得上林战神了吗 林天哥 你不会真的想娶这种女人的妻吧 战神大人 您不要听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胡说八道 我家小姐是天之娇女 跟您是天作之合呀 战神那人 若是您愿意娶我 我可以将我一大半身家和贡献给您 闭嘴 我大侠并不自己皆为金城中正 品性谦逊 儿女举止浮夸 目中无人 朝三目自私 配做林天刚的女人 是心无恋 林战神 我没有了 事实都摆在你面前 你还说没有 都怪你 我和你退婚你心生怨恨 你知道我今天要向林战神求婚 就故意过来换我大事 少拿你的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风 你我二人的婚约与我而言毫无意义 你退不退 我也毫不在乎 你不在乎 如果你不在乎的话 又怎么会刻意出现在这场宴会上 如果你不在乎 又怎么会让他来说我坏话 破坏我在林战神心中的形象 我看呐 你不是不在乎 你是心中明知我不会嫁给你 所以彻底放飞百浪人 你可真是自信 我自信是因为我有自信的本钱不像你 连面对自己内心的勇气都没有 我看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正好 今天当着战神大人和各位的面 我把内心的想法再重申一遍 你给我听清楚 即便是战神大人不娶我 我东方云嫁给一条狗也不会嫁去 因为你刚刚不配 说完了 装的倒是挺像样的 让我想想 你现在是不是后悔至极啊 想要给我跪下道歉 若是这样的话 你大可以直接跪下 给我磕头认错 虽然我不会嫁给你 但我说不定会原谅你 我会让你做我的走狗 给你普通人想不尽的文怀富贵 怎么样 听见没有 陆维 我家小姐如此以德抱怨 还不赶紧跪下来感恩戴德 免得错失登天之机 你们真是什么都不明白啊 错失登天之机的事 东方云不是我 你所引以为傲的京都东方家族 在我眼里某已无益 只要我想 我就能轻易造出十个 甚至百个京都东方家 可笑啊 你还夜郎自大不自知 我夜郎自大不自知 你如此诋毁我和东方家族 我本想放你一条生路 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刘平 把他拿下 取他半条性命 是 陆维 你快好好跟东方大脚给道歉 他会放过你的 和他道歉 他根本不配 你和你的可怜的自尊心 真是无可救药 斗手 是 住手 东方云 你真是好大的威风啊 在本战神面前 你竟还妄想杀人 你当本战神是空气吗 啊 战神大人 是我失礼了 但是你要怪 就怪他陆维 不能怪我 大胆 还敢口出抗言 向陆先生道歉 什么 您居然让我像一个家的人道歉 如果东方家族都是你这副嘴脸 那东方家族可就没有必要不在了 找我战神领导军部 派人封锁京都东方家 东方家族人 打入天牢 等候发落 战神大人 您要为了这样一个入流的角色 灭了我东方家族 没错 我不明白 刚才我说了 我兵部子弟 大下境内 绝不允许你用刚才这般仗势激人 事强临弱的事情发生 是 我东方云知错了 我愿意向 我为先生道歉 还请您收回程鸣 对不起 对不起陆先生 请您原谅我刚才的梦 好 这道歉我接受 原谅路先生不远计较了 那我就收回我的战神礼 以后 好自为之 离开这里吧 战神大人 你要把我赶出这里 难道我还要请你出去吗 小姐 战神大人正在气头上 我们在这只会势得其反 要不我们先离开 再从长计议 好吧 我为你等着 这件事我不会就这样善罢干净 战神大人 我一定会让你娶我为妻 告诉你 明明是自己失利眼嫌拼爱妇 弄得好像自己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真笑死人了 陆伟又见面了 你没认识 啊不不不不不不认识 那个我们就是 偶然间见过一次 倒是你们 蛇的样子嘛 陆伟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谁重要吗 你既然不说 你就以为我不知道啦 我早就才出来了 谁跟你 千叶仪式准备开始吧 哎 那个陆伟 你闹够了没有啊 东方大小姐的求婚已经被你搞砸了 你怎么还不走啊 难道还想破坏我们总裁的签约仪式不成 李莎 您和林战士不是很熟吗 您帮忙推荐认识认识呗 我 战神大人 我是青州李家的李浩 这是我代表家族送给您的一点礼物 价值千万 我请你收下 礼物之事 等下再说 还有一事我要问你 他们说你跟我很熟 他们很熟吗 李绍 不是和林战神 关系很好吗 怎么看起来林战神对李绍 有待见的样子 一定是因为陆伟 陆伟 林战神的心情早就被陆伟破坏了 李绍这是个殃及了 总裁夫人 我们一定要把陆伟赶出去 好 我去赶走 你管不管 我若不走 你奈我何 老娘不信对付不了你 我 你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 快上来帮忙啊 一起把这个害人间赶出去 我念在喊了你几年岳母的份上 今天不跟你计较 但你要胆敢在屋里取闹 别怪我 妈妈您的事吧 那女儿 他这都是打我的 你要帮我做主啊 哎呀 我的命好苦啊 那不光前女婿打我 我的亲戚女儿她也不管我呀 我我我还不如去死了 我还有 我帮你出头 啊 和我 鹿伟 她道歉 你说什么 你这样对我妈一个老人难道不该道歉吗 沈云霞 你不觉得你的要求太荒命了吗 明明是她先动着手 你非要我道歉 我道什么歉 好痛的吗 我的腰好痛 肯定是骨头断了 总裁 夫人她一个老人家 被陆伍一个大男人打了 还不道歉 夫人她好可怜啊 骨头断了还能喊叫的这么生龙活虎 我看我下手是亲了 我的命好苦 我的好痛 陆伍 我是跟你离婚了 但不管怎么说 我妈也曾是你的岳母 你这样伤了人 难道不该道歉吗 我就是念在喊她几年岳母的份上 我才没有下重手 她骨头到底是真断假断 难道你自己看不清楚 哎呀 这骨头断了 不知道我下这么狠的手呀 哎呦 陆伍 你个啥钱刀的 我好歹也白让了你三年 你你好狠心啊你 哎呦 没事没事没事 阿姨 我懂医术 我帮您看看 哎呦 哎呀 这伤得太严重了吧 估计 这个是治不了了 直接拉去火葬场 烧了吧 什么 拉去火葬场 烧啊 对啊 本来一时半会儿也治不好 治了也是白治 干脆烧了多直接 呗 冰管吗 我们这边有个人伤得特别重 快死了 把他拉过 不不不不 我没事 陆没事来 别把我拉去烧了哈 妈 你啥 我这腰没事啊 其实陆维 他没有伤到我 哦 原来 你是装的呀 我的腰突然就好了 不行啊 那我说你哪来的黄毛丫头 跑这都关闲事 哼 我告诉你 这事儿 还就管定了 哦 我明白了 陆维 我说你怎么那么痛快的答应跟我女儿离婚 原来早就在外面找好了拼头啊 你什么意思 你别装傻 这不就是你找的那个拼头吗 先帮你对付完东方小姐 现在又调转头来对付我们 那个小骚蹄子啊 你还挺 妈 你敢打我 狗嘴吐不出象牙 能到不该打吗 你就进 你再敢骂一句脏字 我不介意 再省你家儿光 不过你有句话倒是说对了 我 我的确是陆维的女人 你干什么 喂 我可爱你了 很爱很爱 你也很爱很爱我对不对 陆维 他说的是真的吗 他真的是你的女人吗 沈小姐 我和陆维现在这关系啊 还看不出来呀 那 要不再明显一点 还要不要再明显呀 陆维 你个混蛋 你个女儿 这肩负淫妇不值得的 你们沈家一个个势力无比 认为陆维是个废物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沈云商 你有眼无珠 你不珍惜的男人 我林天宇 你不要 哦对了 我还要取消天语集团 和你们沈家的实义订单 什么 你要取消沈氏集团实义订单 你搞笑吧你 天语集团和沈氏集团的合作 是李少促成的 你要取消 你问我李少了吗 李少 您说是不是 没错 沈氏集团跟天语集团的合作 不是你想取消就取消 李 李浩对吧 天语集团总裁的蛇皮 也是你能扯的 你谁呀你 我 我叫林天宇 你说我是谁 林天宇 天语集团 你是天语集团总裁林天语 什么 啊 他是天语集团总裁 你说呢 所以我现在还能不能取消 和沈氏集团的实义订单了 不可能 你不可能是天语集团总裁 天语集团总裁 怎么会开上这个窝囊费 你在骗我们 不信 那没问题 我不介意再向你笑笑的证明一下 传达下去 终止和沈氏集团的合作 全面封杀沈氏集团 装 继续装 我看你要装到什么时候 总裁不好了 公司突然遭到了整个行业的全面封杀 怎么了 所有的合作商要和我们处置合作 终止和沈氏集团 我终止和沈氏集团被作杀 什么 他他真是千语集团总裁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求人得人罢了 沈云商 你不是觉得陆维是废物吗 那好 我现在告诉你 如果说你想要救沈氏集团 就得求陆维 否则 沈氏必亡 哎呀 允杀 你快求求陆维呀 咱们沈家不能垮了呀 是啊 总裁 公司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这步 要不 您还是去求求他吧 陆维 你能不能让他解除封杀 沈总你就是这么道歉的呀 陆维 你也知道沈氏集团是我辛辛苦苦 一步步才经营到现在 如今沈氏集团被封杀了 你是不是就高兴了 是不是觉得 我和你离婚就最有应得 你别把别人想的都跟你一样沈总 好 陆维 让你要怎么样才答应 我知道 和我离婚 你内心肯定很不甘心 现在有人跟你撑腰了 你肯定想 抱负我 陆维 你一次次的让我失望 我都可以接受 都可以忍耐 但现在 我觉得你是让人如此的讨厌和卑鄙 说完了 你是想让我跪下来求你对吧 你想让我从嘴里说出 我和你离婚我很后悔对不对 你想通过我 在别的女人面前证明自己的尊严对不对 很抱歉 我是不会让你注意的 不过 有件事真的让我很后悔 那就是 当年和你结婚 沈云赏 你真的后悔跟我结婚了吗 对 我 很后悔 好 好 既然如此那我也当怒怒态 我陆维和你沈云赏 从今以后一刀两半的一绝 再来过 哇 你看看 李少 战神大人是您请来的 你只要您开口 他肯定会帮我们的 你开口啊 我林天章 李浩说你是他起来的 是这样吗 那不是不是 李浩你好大的胆子 战神柔名我没有关系 我只是吹牛柔名的战神 战神大人不是李小小来的 那会是谁 是我 陆伟 林战神真的是你请来的没错 但我得纠正一点 林天刚是我叫来的 不是我请来的 你说谎 这绝不可能 林天刚 我是在说谎吗 我的确是陆先生叫来的 看到了吗沈云莎 这就是你相信一个人 闭嘴陆伟 这么多年来 你藏得可真好 先是和京都东方小姐有所婚约 又是让天羽集团主裁 屈身做你的女人 如今又是让五星战神都为你 你身份必定非凡 只有我像一个小丑一样 不蒙在鼓里 你还天真地以为你真的是一个农民工 是个笑话 谁知 那个最大的笑话 竟是我自己 女儿 陆伟 结婚这三年来 我待你也不保 你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 难道 我就这么着你恨吗 你错了 且不论之前咱俩是夫妻 即使是现在离婚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羞辱 更何谈仇恨 可是你已经这样做 为什么 陆伟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明明有不俗的背景 为什么要刻意隐瞒 你宁愿去地理当个搬砖的 也不曾向我透露半分 明明只要你说出来 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 我还更不会向你提出离婚 你为什么 你想知道为什么 我需要个答案 你说的没错 我的确拥有不俗的背景 和非凡的身份 那你到底是谁 今日来 本来只想低调官吏 顺便和你们沈家都最后的告别 但奈何你们却如此仗势欺人 难后无礼多多逼人 不是想知道我的身份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本宗便是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大夏国唯一一孙王 大夏国师 轩人人王 什么 你说你就是那位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夏国师轩人王 一直没跟你公开这些 原因也很简单 一是因为身份敏感 不便贸人公开 二是我知道你生性好强 你若知晓一切 一定会倍感压力 我不想让我们的感情变得复杂 但其实 昨天我已经决定把一切给你开成不公 只可惜 你没给我机会 陆维 你少在这扶手八道 你说你是大夏国师轩人王 不是了吗 我们不是傻子 不听你 不言论语 那你呢 你相信吗 女儿 就是骗你的 千万别相信他 陆维 大夏国师轩人王高高在身 凡人 只得顶礼膜拜 你说你是 不幸 是 沈云霞啊 沈云霞 你知道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 你 太聪明了 这同时也是你的缺点 什么意思 纵使你知道轩人王身份非凡 非常人可以冒充 而林天刚恰恰就在你面前 你却从没想过当面和他求证直接否认我 所以 沈云霞 即使我早就告诉你了 又如何 你会相信吗 我 废物 你入罪沈家三年 你是什么货色 我还不清楚吗 好 你想让我们求证是吧 现在就拆穿你 战争大人 我斗胆请您回答 陆游 他到底是不是大夏国师轩人王 等等 陆游刚才说的只是气话 陆游这里太闷了 我不想在这呆了 我们走吧 一面对战争大人就落荒而逃 女儿 我就说吧 陆游那个废物就是糊弄你的 他果然是在骗我 那是当然 战争大人 陆游那个废物 先是对您不敬 现在胆敢冒充 国事轩辕 最大恶极 我建议把他立即抓起来 最好处于死刑 放肆 战争大人 是陆维那个废物对您不敬 你怎么对我们发这么大的火啊 本战神做事 用不着你来消 陆游小姐 你好自合 女儿 我们被封杀 这以后 可怎么办呢 妈 你们放心 天语集团封杀我们沈氏又如何 我就不信 他天语集团 可以一手遮天 沈氏现在的一切 都是我亲手铸就的 我也相信凭借我自己的能力 可以带领大家 杀出困境 一定会的 陆维 林天宇 你们看看 还好还好 没人追出来 你干什么 陆维 你连国事轩缘都敢冒充 而且还是当着林战神的面 你不要命了 你也觉得我在冒充他 不是以为 是肯定 喂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说过了 你是天语集团的总裁林天语 对 但是其实 我还有另外一次身份 什么身份 战神林天刚 是我唐兄 你还有这么一层身份 而且五年前 我去找我堂兄的时候 曾经有幸见过国师轩缘 见过轩缘王 那是自然 虽然只是远远的看到了他的背影 但是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所以 你 不是他 我不是他 对啊 我堂兄是国师轩缘如神明 如果你真的是轩缘王 他不会表现这么淡定的 所以 你 不是他 好 我的确不是他 但是你跟我堂兄应该是认识的 不然 不会在你冒充轩缘王之后 他就这么放任你离开了 所以 结合我的猜测 你 你是我堂兄的手下 我是你堂兄的手下 难道不是吗 你不要传播我 嗯 哦 我只是去了解一下 因为之前看到你出入林战神的府邸 我就很好奇 路维 我没有恶意 你不会生气吧 那你说说看 你调查到我什么了 据我了解 你曾经有一段战营深压 所在的地方和我堂兄刚好重合 而且我堂兄突然让我和沈氏集团合作 然后我就明白了 你啊 一定曾经是我堂兄的手下 而且是关系很轻很轻那种 你倒是真聪明了 你说对了 我的确是你堂兄的手下 哎 那是自然 哦 对了 陆伟 上明镇局还没有下班 我们现在去领证吧 领证 对啊 我都在里面说了我是你的女人 并且你现在已经离婚了 我们现在就去领证 你的偶像不是大厦国师轩原王吗 你怎么跟我领证 我的偶像确实是大厦国师轩原王 我想嫁给他也是没错 但是人家地位升高 其实我能配得上的 你以为我像那顿方云姿是胜高 并不清楚自己几斤几两 我觉得 你就很不错 我们俩很般配 我是个废物赘婿 你是个身家千亿的美女总裁 咱俩怎么般配啊 那是他们目不识诸 好了 走 我们先继续领证 哎呀 好了好了 算了 我现在突然说要跟你结婚 你肯定觉得太仓促 意识难以接受 不过没关系 我们可以先培养培养感情 我相信等你了解我之后 你就会彻底爱上我 同意跟我结婚的 你就这么自信啊 我这么漂亮 身材又这么好 能力又这么强 我当然有自信了 不过 可以先不结婚 但是 你得先做我男朋友 不 你该不是要拒绝我吧 那么多人追我 我连正眼都不带瞧一眼的 现在反过来追你 你拒绝我 那我多没面子 这又是何必呢 我不管 我就是喜欢你 呢 就这么决定了 从现在开始 你不为就是我林天宇的男朋友 好吧 不为你就等着看 说不信 我拿不下你 女儿啊 你总算回来了 怎么样 公司的事处理好了吗 公司受天宇集团封伤的影响 百家合作商 要红神室终止合理 经过我一天的斡旋 终于把百家合作商 控制在了三十家 局面 算暂时稳定下来 稳定下来就好 女儿 你辛苦了 来 喝杯茶 谢谢妈 只要是尹氏集团无恙 我 这点辛苦算得了什么 你为那个废物 他就是个白眼狼 这三年来 吃沈家喝沈家也就算了 这离婚后 还背刺你 真恨 把他千佳万华 还有那个林天宇 妈 你就放心吧 我沈云上 非但不会被他们影响 我还会逆世前行 妈相信你 沈总 沈总 那是不好了 就在刚才剩下的七十家合作商 全部中断合作了 什么 他们不是大人 不中断合作的吗 他们说他们接到了死命令 要是不和沈氏中断合作 那破产的就是他们 他们他们不得不中断合作 几个 出什么事了 所有的合作商业终止跟我们的合作 沈氏终究逃不过头 这可怎么办呢 沈氏集团 不光是沈家的产业 还是你爷爷和你爸爸的心血 可千万不能倒闭呀 我去求沈氏终 我去求沈氏终 我脸上也没东西啊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沈氏终 你告诉我 你究竟是谁 我是谁 嗯 你真想知道 嗯 既然你想知道 我就告诉你 我 就是大夏国师 轩人网 周伟 你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这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知根知底的 你有必要非要撒这个谎吗 嗯 是不是你接下来还要说 国主都要跟你一礼相待啦 没错 国主与我 明确一礼相待 行行行好好好 你实力非凡 你地位崇高 一人之上万人之下行了吧 看来这个事实上 说有些真话是挺难的 行行行 你说的是真话 我相信行了吧 你就是那个独一无二大英雄 比国师轩人还要厉害的那种 要不然 我怎么会这么昏狂的迷恋你呢 不过不是我说 你真的是不解风情 我都跟你说的那么直白了 我们可以去酒店开房 慢慢的喝 你非得拉我来这小夜试喝 也就只有你能把持得住 难道 你就不想知道 你可能在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呢 嗯 嗯 不呗 我有话跟你说 孙子 哎呀 亲爱的 听说这个韭菜可是自饮补养的大物 是大补呢 你可得多吃一点 哇够了 哎不够不够 这才哪刀呢呢 晚上我们还要出去玩呢 陆维 陆维 我有话跟你说 沈云莎 你就那么喜欢破坏别人的感情吗 你有这个功夫自己也学习个恩爱的就行了 哦 哎呀不好意思 这个忘了 这刚离婚没有恩爱对象 不像我 陆维 这般爱我 这般陪着我 你想说什么 你在这等我 你有什么想说的 那说吧 不闻 林天宇真的是你的女人 你们真的在一起了 沈总特地把我叫到这就是问这个呀 我 你需要个答案 不好意思 你我已经离婚 我没有义务跟你解释 陆维 我知道这些年我有愧于你 你我虽是夫妻 但我连妻子的基本任务都没有尽到 还当众跟你提离婚 我已深心怨恨 所以就联合林天宇来一起抱我 陆维 陆维 难道你就没有想过你自己的问题吗 我的问题 男儿须有凌云之至 你知道作为一个男人最失败的是什么吗 那就是一世无成的温柔 是 这三年来你的确把我照顾得很好 我也很感激 我真的很感激 但我沈黎上要的不是一个只会嘘寒问暖 家长里短的薄墓 我沈黎上的男人 不说是果实轩辕 战神林天刚之流那般强大 绝对不是一个窝囊废 你若多点知己 早点上进 何至于此 所以这就是你选择李浩的理由 不管你信不信 我并不喜欢李浩 我也未曾选择过他 我更没有跟他发生过任何关系 我跟你领婚 也并不是因为他 当然了 就像你说的那样 你觉得我不会信你 你也不会信我 你还说这么多干吗 你不就是不甘心没有得到我吗 好 我今天给你 我还是第一次了 只求你 怎么 还要我跪下来服侍你才能 沈 好 既然你要这么羞辱我 那 沈云上 我现在给你们 拖死 你是做肯定的 对吗 你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 我怎么会 你怎么会 对了 你不是问我有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吗 我想我最大的问题 就是把你带到了不属于你的高度 若非如此 也许我们现在还能相信你 这可惜 这一切 我都不会懂 道理 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解除对省事的风筝 怎么 你前妻一来找你你就心疼了 陆文 你现在是什么 你是我男朋友 你这样的话我会伤心的 不是心不心疼 毕竟结婚三年我不想把事情做得那么绝 行吧 既然你都开口了 那我就下令解除对省事的风沙便是 哎呀亲爱的 你对我最好了 你对我最好了 慢着 沈云霞 我也有话对你说 大夏自古讲究孝体中性 礼仪廉耻 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你想说的是什么 我要说的很简单 既然你和陆维已经离婚了 那么就要保持距离 形同陌路 这次也就算了 但是请你以后不要再找陆维 以免破坏我和他之间的感情 没想到堂堂天宇集团董事长 青州商业女王 竟然会怕我破坏她的感情 那看来你林总 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自信 这一傻 你不用讽刺我 这个对你是一个忠告 你又是不信 但可以试试看 我道不美 好吧 亲爱的 我告诉你啊 我最近学了可攻心的学 回去教你 走 王上 京都那边传来最新情况 先许是东方云传提了消息回去 或是 腾龙宴的事情控制不住散不开来 京东家 准备不惜一切代价 参加腾龙宴 溢在王上 除此之外 青州的各大家族也决议参加腾龙宴 一溃真龙 他们还真是不到黄河不喜心 看来这腾龙宴 我就非出席不可了 绘画国主 承蒙国主后爱 我将正式出席腾龙宴 执掌党 老虎 苏赛林天干 终于王上归来 大虾鬼死 正来生日 将军 五槍为剑 越界者 大侠国是真说的厉害 那是肯定的 你晓不晓得我们大侠国 唯一的异性王是哪个 那也是他 我知重器 天龙诸雀 我知神助 今奉龙主之命 各奉大侠国师 轩辕战神 为大侠 唯一一姓王 号 轩辕王 轩辕 尖封 大侠国师 轩辕之尊 国师轩辕可以福福换运 沙斗藤丁 举身无双 你说他不厉害 哪个厉害 不就是 不像某些人 除了比我们多搬几袋水里 还会想哪在 你说的那是神仙 大侠国师可没你说的那么邪乎 放弃 卢伟 你算啥子东西 有啥子资格送个流向 就是 卢伟 你入罪省家都三年了吧 自己连老婆的床上的事 真够丢人的 还有脸说国师大人 你懂什么 那叫尊重老婆 啼个尊重老婆 是 不是 你是谁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东方云来自京都 我这次是来找你 结婚的 结婚 怎么 我要和你结婚 你不高兴 我需要很高兴吗 我东方云是京都东方家族的千金 更是杨明海内外的商业女王身价千亿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和我结婚你起举是要高兴 你甚至应该跪下来对我感恩 就是 陆伟你虽出身陆家但已被逐出家门 现在的你不过是陆家的一个季 一个在工地扛大包的底层民工 更是一个给人冲喜的废物退去 你要是识相的话 马上和你老婆离婚 和我家小姐结婚 那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你什么意思 意思很明确 我拒绝和你结婚 陆伟你报死 不错了吗陆伟 你这份傲气倒是有几分男人的样子 刚才的一切只是试谈 我今天其实是找你退婚的 会 对 这世上唯有两人能做我东方云的男人 一便是能大夏国师轩元王 二的是他的德力手下干将 五星战士林天罡 而你陆伟 不配 大夏国师五星战争 你还真有自信 那是当然 我东方云身为天之娇女 所和我匹配的 自然也是这世上最好的男人 当然了 国师轩元 危险八方 神勇无比 我自知难以配得上他 成为他的良人 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 不像看起来那么凶大无妨 陆伟你胡说八道什么 无妨 他刚刚被我退婚 自尊心接受不了 我告诉你 就算我现在正在追求的五星战神林天罡 也不是你能比得上的 所以 我希望你能有点自知之明 五星战神林天罡 他明确不错 那是自然 五星战神林天罡 聚悉以赫底清征 明日将会公开露面 届时 我会像他随婚 成为他的女 你就这么确定 他愿意去 我家小姐是万里挑一 和五星战神林天罡 是天所之合 林战神为何不去我家小姐 你一个扛大包的 你懂什么 罢了 我们上等世界的事情 他一个下等世界的搬运工 怎么会明白 这个给你 这是 这是这片土地的承包权 我家小姐心善 虽然和你退婚 但是也送你一场富贵 起来的 真的是当都当不住啊 一场富贵 你不用谢我 从此以后 你我山雪必相逢 你好自为之 记住 别缠着我家小姐 神经 林天罡 启离王上 属下已落荆州 给主母的十亿合约 已准备好 将作为生儿礼物 献于主母 好 当年云霞救过我的命 我引力身份 和他结婚三年 现在是时候后悔 给他惊喜 小姐 战神林天罡就住在这儿吗 不错 据悉 今日林战神要参加一个重要聚会 我们还未曾见过林战神真容 所以今日 我们要抢在所有人之前 先去接触林战神 大小姐 恭喜你 你马上就要成为战神夫人 陆维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又是你们 当然是我们 我警告过你 只有跟踪我家小姐 有人跟踪我们 我跟踪你们 难道不是吗 你想多了吧 陆维 你对我开出的条件不满意 你大可以提 但你千不该万不该 就是跟踪我们来到这儿 你知道这是哪儿呢 这可是战神林天罡的附地 不是你该来的地 小姐 我看陆维啊 就是见你喜欢林战神 心生不愿 故意来捣乱 你们病得可真不轻啊 拦住他 他不是工地扛大包的吗 怎么这么厉害 有病就去治 别再来捣了 战神府邸 军机重地 在这儿绕世 是在捣死 这位大人 闹世的是他 我家小姐是京都东方小姐 我们是来求见林战神的 什么京都东方小姐 不认识 没有战神大人的吩咐 一概不见 这位大人 还请劳烦您通报林战神 都是战神知道了 一定会见我们 我说的话你们听不懂吗 不见 再敢造次 别怪我们动手了 你笑什么 你们俩啊 派头十足 牛皮吹得震天响 却连这战神府邸的门都进不去 难道不可笑吗 你放肆 战神大人地位身高 不是难以相见 怎么 你个工地扛大包的 也能见到林战神不成 有何不能 我要见林天章 您是陆维陆先生 我是陆维 陆先生 战神大人以功后您多许 谢谢 他居然进去了 这怎么可能 你们不让我家小姐进去 让陆维那个废物进去 怎么回事 这不是你们该知道的 不想死赶紧管 否则 下午证 参拜王上 请 王上 属下也是方才得知您离婚了 他沈家好大的胆子 王上 属下这就带拼 去给沈家一个教训 不是 可是 那王上 今天的签约仪式 是否正常举行 正常举行 于尚曾救过我 而且不管怎么说 我们也是三年的夫妻 这份订单 就全当是我和他的最后两段 那签约仪式您要出席吗 必须去 是 董事长 明天的签约仪式 您要亲自参加吗 参加 这次委托我们天育集团 给沈氏投资的人来头不小 我们必须重视起来 陆维 不对 这陆维到底是谁 他是如何尽得这战神的府邸 并且这个护卫对他还这么恭敬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去帮我查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陆维 好